大家好 今天用金针菇和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早餐 首先准备一把金针菇 把根部切掉不要 然后像这样一朵一朵掰下来 掰成小朵 掰好之后放到篮筐里 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把金针菇清洗一下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 然后把金针菇改刀切成小段 这样切过之后吃起来不会塞牙 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半个胡萝卜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再切成粗粗的细丝 最后改刀切成和金针菇一样的小段 切好之后和金针菇放一起备用 再准备准备用 再准备几根香葱 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金针菇放一起 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加一点点鸡精调味 适量的白胡椒粉 再准备三个鸡蛋 打入小碗中 加几滴料酒去腥 再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再把搅匀的鸡蛋液慢慢倒入金针菇里面 然后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菜都能沾满鸡蛋液 搅匀之后准备半个昨天剩下的馒头 把馒头皮剥下来不要 因为馒头皮太硬口感不好 再用手把馒头搓碎 搓成小丁或者更小 然后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 让所有馒头都裹满鸡蛋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先不用加热 用刷子把油刷均匀 然后把我们拌好的菜加进来 如果太多可以分两锅做 再用筷子把它铺平整铺均匀 然后用铲子压一压 再撒点黑白芝麻增香 同时也更好看 然后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烙五分钟 现在五分钟已经到了 煎至鸡蛋液凝固 然后扣上一个盘子 像这样倒扣过来 给它翻一面 然后回锅 继续中小火煎三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 好香啊 煎至两面金黄 就已经熟了 然后把它取出来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这个饼真的是非常的香 浓浓的葱花香味 颜色金黄金黄的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把它切成小块 孩子更喜欢吃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蔬菜饼 特别的营养又好吃 里面有金针菇 胡萝卜 鸡蛋 和馒头 一早上的营养都足够了 它的口感吃起来 外焦里嫩 腾松又鲜软 而且里面加了馒头 也非常容易消化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